武松一看潘金莲心中暗想 我大哥怎么娶了这么一个女人 武松为什么这么想 他看潘金莲跟武大郎站在一起 这一比较相差的太悬殊了 潘金莲那是一副花容月貌啊 武大郎呢奇丑无比 那潘金莲是原谅武大郎就是星星 潘金莲是月里嫦娥 武大郎呢就是凡夫俗子 潘金莲是朵花 武大郎就是豆腐渣 这俩人站在一起 谁也不相信他们会成为夫妻 武松一想 这么一个漂亮女人跟了我大哥了 而且我大哥还一个子没花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武松这个想法是有道理的 您别看武大娶潘金莲 对这个事没多想 武松倒替他多想了 其实这里边真有一个内在的原因 这个潘金莲呢 是清河县南关里边 一个大户谭太公家的使女 这谭太公家里边趁钱 击白请地 堂上堂下使努换妹 潘金莲十二三岁进的谭宅 那个时候就是个小使喚丫头 在谭宅里边干起个零碎活 扫天挂地擦抹桌案 刷锅洗碗 一来二去的 随着岁月的推移 潘金莲长大了 到了十八九岁 这潘金莲出了的是花容月貌 玉丽丽丽 女孩子到了十八九岁的时候 这是最漂亮的时候 是女人的一生的黄金时代 女大十八变是越变越好看 指什么时候变 就是十八九岁 这个年龄阶段变 就这个年龄阶段 就你长得像罗贝似的 他也闪光发亮 何况潘金莲 从小就眉目清秀 体态云拆 赶到了十八九岁的时候 就把整个潘宅家里边 所有师女 堂上堂下 全都给压过去了 潘宅一大美人 后来潘金莲这个美貌 慢慢就传开了 传到了南关里一大美人 最后传到青柯县一大美人 都知道老潘家这 有个使唤丫头特漂亮 潘金莲长得这一漂亮 这个谭太公可就动了心了 这个谭太公是个什么人呢 你别看他五十多岁 笨六十了 胡子一把抓 心里还像朵花 这位 从打年轻的时候 就不老实 喜欢寻花问柳 沾花惹草 见了女人就动不了步 他在他的家里边呢 又是最高权力的拥有者 他是这个家族的最高领导 所以他在这个家庭范围之内 就可以胡作非为 很多使唤丫头 使女老妈子 都让他张过便宜 虽然这样 但是谭太公也不是能够随心所欲 为所欲为 这世界就是这个样子 有火就有水 有毛就有炖 相生相磕 谭太公娶这夫人 对他可有所灌束 他这个夫人年轻的时候 刚过门 也是个漂亮人 玉丽亭亭 敢一过四十 他这夫人就越来越发胖了 当然了 这是因为他家里边 营养过剩 家庭环境好 发便的 他这个夫人 生性泼辣 而且 有个最大特点 最爱吃醋 知道谭太公 有这毛病 所以在这个方面 对谭太公 严加管束 谭太公呢 对他夫人 还是有点 惧怕 用现在的话说 气管炎 他不敢惹他 骂 骂不过他 打 打不过他 你便跟他是个女人 一上了镜头玩命 所以谭太公 把他的夫人 视为自己家里的母老虎 因为他夫人 不管不过 谭太公 看潘金莲 长得漂亮了 他心里边 可就有了他了 按想 这么漂亮个姑娘 我能让他在我手底下过来过去的 我不找寻他吗 嗯 大主意 总不得下手 在潘金莲呢 二十岁这年 这天 上午前 谭太公在自己的寝室 正准备要睡午觉 偏偏在这个时候 潘金莲 给他送茶来 每天呢 给他送茶的不是潘金莲 是别的屎黄丫头 今天呢 因为那个屎黄丫头有事 潘金莲替那个屎黄丫头来送茶 端着茶盘 里边有茶壶茶满 把这茶盘 放到谭太公的桌子上 转身他要走 这老谭头子 捋着胡须 瞅着潘金莲 这两个眼睛里边 就露出来了贪婪的光芒 金莲呢 站住 潘金莲刚要走 被谭太公给招呼回来了 在桌子旁边一站 石女啊 主人招呼你 就得在这听着 你怎么把这个茶 放到这转身就走呢 你得把茶给我倒上啊 这么伺候着 也得会伺候 以后记着 茶送来 得把水给我蒸上 我让你走 你再走 这叫规矩 没有规矩 不成方圆 潘金莲一听 是 拿起茶壶来 花给他倒了一碗水 茶壶放那了 元位 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啊 没什么吩咐了 金莲 我问你 金莲多大了 二十了 嗯 好岁数 在我府里边 待了这么多年了 怎么样 太公我对待你 还行吧 是啊 因为对我天高地厚啊 我感恩戴德 嗯 不用感恩戴德呀 你自己心里边 想着这个事就行 那么我对你这么好 你得怎么报答我呢 那 那我就尽心竭力的 适合您吧 啊 那怎么适合我呢 那我就听您的话 听您的吩咐 您让我干什么 我就干什么 是吗 我让你干什么 你就干什么 呵呵 你过来 过来过来过来 他这么一招手 潘金莲长得漂亮 而且也很聪明啊 这姑娘心想 这个老豆包心中不怀好意 一瞅那个脸上表情 一瞅眼睛里面那个光 这姑娘心里就明白了 他站着不动 他不动啊 这老弹头 他过来了 金莲 你听我跟你说 啊 太空我呀 我喜欢你 他说着话 走到潘金莲的跟前过来 一把就把潘金莲给抱住 他这一抱住 这胡子嘴 望他脸就凑 潘金莲往旁边一闪身 太空 这不行 怎么不想 这福里边 我说了算 我喜欢你 太空啊 潘金莲集中生智 他忽然想起来了 使女们之间经常议论 说太空最怕谁 就怕他夫人 这夫人 这夫人姓杜 叫杜夫人 潘金莲 喊了一嗓子 杜夫人来了 这一个杜夫人来了 真管事 看起来这杜夫人 就是平热散 杜夫人 就是降温计 这一句话 潘太公 马上就量了半截 啊 在哪了 他这一冷神的功夫 潘金莲 有打这 潘太公的怀里边就 正出来了 正出了 转身往外就走 这潘太公一听 杜夫人没来 外边没有脚步声 他紧两步过来 又把潘金莲的 偶袖子给抓住了 金莲 你别走 潘金莲说 原来 您尊重点 我不能在这久待 哈 金莲 我告诉你 你要知道 我心里可有你 今天晚上 我上你的房间 我去找你下 金莲 你一定给我留着门 不能插门 听见没有 你要是插上门 明天 我就饶不了你 潘金莲 一甩袖子 好不容易 从这潘太公手里边 挣脱出来 就出了潘太公的屋了 他出了他的屋之后 顺着走廊往前奔 还偏巧 对过杜夫人来了 他跟杜夫人两人 撞了个满怀 由于他光顾低着头走了 没看见杜夫人 抬头一瞧杜夫人 站在面前 潘金莲 是变言变色呀 杜夫人那是干什么的 一看潘金莲 从自个儿老头子屋子里边出来 脸上这个表情 异常 就知道这其中有事 杜夫人就问潘金莲 金莲呢 出什么事呢 潘金莲不能把这个事情告诉杜夫人的 这要是告诉杜夫人 这两口子非打起来不可 那他在当地就遭罪了 潘金莲不说 哦 哦 夫人 没什么事 没什么事 我瞅你这个颜色不对 跟我来 把潘金莲叫到自个儿的房间里去了 这个杜夫人 别的神经都不发达 唯独吃醋这个神经最发达 他老头子 出点什么事 他都能够查出蛛丝马迹里 今天 跟我讲 今天 你上你原位的屋子里边去了 原位对你怎么的了 啊 原位对我没怎么的 没怎么的 我告诉你 你夫人我眼里可不揉沙子 这个老东西 他是不是打你的主意了 你可跟我说实话 你要不跟我说实话 日后真要出了事 我可饶不了你 我扒了你的屁 潘金莲一听这句话 心里有点害怕了 啊 夫人 那 跟我说 到底怎么回事 说话之间 这杜夫人 就把打人的那个糖条拿过来了 这就是家法 打十女 就是这玩意儿 潘金莲一看 要不说实话 难免要挨一顿痛打呀 在杜夫人再三的逼问之下 潘金莲就说了 说他今天在原位那个寝室里边 事情的过程 在杜夫人呢 攻破一个缺口 是接着往下追问 抓住你了 又怎么的了 还说什么了 一点一点 一步一步 把这整个的事情全给逼问出来 潘金莲全说完了 夫人哪 您可别告诉原位 可别给你们夫妻之间闹成不睦 这你甭管 这老东西是不是说 今天晚上上你房间去呀 啊 是能说的 我琢磨着 他未必能去 未必能去 他说去就能去 我最了解他 这样吧 今天晚上咱俩换 你上我这屋睡 我上你那屋睡 啊 夫人 那怎么能行 我让你怎么的就怎么的 听我的 哎 潘金莲 哪拗得过这位杜夫人呢 晚上俩人换了 潘金莲在杜夫人这屋睡 杜夫人上潘金莲那屋睡去了 帮开天过去的 这门呢 还真没插 这个老家伙晚上还真来了 这个谭员外 这个谭太空 岁数那么大了 但是始终保留着自己的传统风格 一瞻这个事 那 来精神 半夜 二更多天 来了 换的软底鞋 走道连动静都没有 来到潘金莲这个住室门口外套 用手轻轻一碰这门 这门没插呀 虚掩着 这门就开了 这门一开 这老豆包心里挺高兴 心想 看来金莲对我 还真有点情意 自个儿一侧身就挤进来了 浑身 把这门关上了 轻轻的又插上了 插上门之后 就来到潘金莲的这个床前 轻轻的一聊 这个漫障 看见床上 睡着一个人 他哪知道那是他夫人呢 他以为是潘金莲呢 伸手一掀这背 这手就往背里头摸 他往里边这一摸呀 杜夫人 在那早憋着近呀 心想 那个老东西 你真来了 手伸进来了 这杜夫人一伸手 把他手脖子给抓住了 这潘太公还以为潘金莲对他多情呢 心想 咱们把我手抓住了呢 这杜夫人 左手抓住潘太公的这手脖子 扑朗坐起来 伸起右手 扔圆楼 就是一个大嘴巴 这一个嘴巴就把潘太公给打明白了 谁 翻过来又一个嘴巴 你个老不要脸的 你又犯病了 是不是 哎呦 潘太公事到如今 这才知道感情这是自个的老婆 这潘太公转身往外就跑 杜夫人能跟他玩吗 潘太公到门这儿想要开这门 他忘了自个儿把门插上了 拽两拽没拽开 正要开着门插过 这个杜夫人在后边 薅住玻璃子 啪啪 是连打再骂 是闹着一个天翻地覆 这潘太公最后转过身来 给老婆子跪下了 行了行了 你别吵吵了 这个事就压下去得了 我改了不好吗 以后我再不这样了 这事过去了 到了第二天 潘金莲没敢见谭太公的面 两天之后 潘金莲给谭太公来送茶了 实际潘金莲不想给他来送茶 这是杜夫人派他来的 杜夫人告诉潘金莲 你给他送茶 到那去 看他跟你说什么 潘金莲一听 去吧 端着茶盘又来了 往这一送茶 潘太公看见潘金莲 这脸就沉下来了 潘太公以为 这是潘金莲给他安排的一个恶作剧 这个小丫头骗子啊 你胆子不小啊你呀 你竟敢跟我的夫人通风报信 你们俩换床位 让我受此大窘 我跟你没完 潘太公见了潘金莲 问他 金莲 那天晚上 你想的好主意呀 原位 这不是我想的主意 这是杜夫人的主意 他怎么知道的 那 他逼问我 我不能不说呀 逼问你 我看是你主动告诉他的 潘金莲 你有点不知深浅 原位 我看上你 这是抬举你 你有点不知抬举 嗯 原位 哪配不上你 除了我岁数大点 你说 我哪配不上你 啊 别看我有这一把胡子 我要把这把胡子捡了去之后 我也跟小伙差不多 你别看我脸上有皱纹 二十年前我也不是这个模样 你这不都废话吗 他跟潘金莲说这个 潘金莲站的不言语 金莲 这样吧 你告诉你 你告诉你夫人 让我跟他打离架 这是你的罪过 你是认打认罚吧 啊 认打认罚 怎么的 你要认打 我就要找茬 打你几十鞭子 认罚呢 认罚 今天晚上 你上我这方向里来 我把门给你留着 啊 这 那我认打 呵呵呵呵呵 你想得到好 你认打 我今天不打 我就让你认罚 今天晚上 二更天 以后 你上我房间里来 我给你留着门 你要说不来 明天 我就狠狠的打你 去吧 下通缉令了 潘金莲一听 这心里不就压上一块石头 怎么办 告不告诉杜夫人 这要一告诉杜夫人 杜夫人今儿晚上 再上他这房间里来 杜夫人能拿点刀来 你说这要闹大了事 我怎么办 潘金莲毕竟是一个弱女子 一想 我也不来 我也不告诉夫人 所以潘金莲 这晚上没往老袁这来 这老袁 可是在这床上一宿 神经衰弱 他挡着潘金莲呢 左等也不来 右等也不来 三更等四更 四更等五更 一直等到鸡叫大天明 就知道潘金莲是不能来了 这么一来 潘金莲可就把这个谭太公给得罪了 这谭太公 对潘金莲是心怀恶意 谭太公心想 啊 你看不上我这老头 好啊 你不是看不上我吗 我啊 我把你嫁出去 我给你嫁一个最丑陋的人 我让你受一辈子罪 所以潘太公就跟自个的夫人说了 说这个潘金莲岁数已经到这样了 是不是应该给他找个主了 杜夫人呢 也恨不能的快把潘金莲给推出去 他觉得潘金莲长得这么漂亮 在他这个府里边转转悠悠的 在谭太公的眼皮底下出来进去的 早早晚晚 是谭太公嘴里边的肉 跑不出去 如果谭太公要把潘金莲给占有了 两个人在热乎了 他在把潘金莲纳为小妾 那么杜夫人就要受排斥 杜夫人宏观的看问题 觉得潘金莲必须得走 所以他同意了 把媒婆找来了 告诉媒婆 说我们家这个使女潘金莲呢 已经二十多岁了 得找个主 你去给搭个搭个 看看有何事的把他嫁出去 这媒婆一听 给谭太公家里边保媒 这是肥差事啊 媒婆认认真真的到外头去了 没有三两天 领来个小伙 领到这谭太公的客厅里边 先请谭太公看一看 谭太公捋着胡子 一看这小伙 长得不错 没情目休 个头适中 嗯 不行 那怎么这么漂亮的小伙还不行 他那个头发怎么有几根白胆 哎呀那少白头 少白头有腹啊 那不行不行 再换一个 过来他又领来一个 这小伙也不错 不行 他有点螺旋腿 媒婆一看 那螺旋腿不算太螺旋腿 略微要点弯 那也不行 一连换了四五个 都不行 这媒婆贼精六怪 就知道这里边有原因 怎么回事 怎么换了这么些个小伙都不行呢 是啊 潘金莲长得够漂亮的 那么这几个小伙都不行的话 恐怕整个清河县城里边 再找不着年轻的小伙了 这媒婆呢 私下的就问这些丫鬟 说太公怎么回事 给潘金莲找这个男人 这么挑战 这小丫鬟们有一个就乐了 说你不知道这里边的事 这里边有个原因 把这个内幕就透露给媒婆了 您别找那漂亮的 您找那丑的 这媒婆一听 哦感觉是这么回事 媒婆偏偏从潘太空家里边 出来之后走到大街上 就正碰见武大郎 武大郎怎么到这来了呢 不是武松打死人命 逃走上苍州了吗 武大郎在武家庄待不住了 人家那边大恶霸 老找心他 他优打武家庄 就搬到清河县城里边来了 到清河县城里边 他在街上这一卖吹饼 没用几天 大家伙就都注意这个人了 三寸钉鼓鼠皮 因为他这个相貌特丑 欲众不同 太出众 是丑的出众 这媒婆一看见武大郎 心想 哎呦我天哪 这位要是给说说 许能差不多 这媒婆假装买吹饼 就跟武大郎搭上了 就问他 多大了啊 家里有七十没有啊 武大郎这一说 媒婆就跟武大郎说了 我跟你 借着一个媳妇 你干不干 武大郎一听 哎呦我哪能娶得起媳妇 话又说回来了 哪个女人能嫁我呀 就我这个长相 我这个貌相 我自个最知道 我自个是怎么回事 媒婆说不 有人就得意你这模样 你跟着我走一趟 武大郎说跟你上哪 你就上这老原味家里边门口啊 你在那卖吹饼就行 武大郎说好吧 这天 武大郎挑着挑着 就来到了这谭太公的门口 媒婆到里边见谭太公 说谭太公啊 您看看 门口有个卖吹饼的 这个要给潘金莲 您同意不同意 谭太公到门口一战一眼就相中了 就是他了 要把潘金莲嫁给武大郎 而且谭太公说明白 一个字不要 他还要给点赔送 谭太公这叫阴损毒坏 那个年头女人出嫁 跟南方都不见面 洞房里边揭盖他才见面 这边呢 跟潘金莲就说了 说呀 给你找了个主 这人不错 你呀 出格吧 潘金莲就知道自己在这府里边待不长了 潘金莲也就点头同意了 但是潘金莲做梦 也没有想到给他嫁给了这么一个男人 这边吹吹打打 给潘金莲蒙上盖头上了轿 就送到了武大郎的家里 那时候武大郎就在清河县南关里 有那么三间草房一个小院 武大郎这一娶媳妇 把左右的邻居请来那么几位 他也没有什么至尽的亲戚 也没有什么过命的朋友 邻居邻居的 觉得武大这个人呢 还是很厚道 大伙跟着忙活忙活 把潘金莲就取过来了 潘金莲下轿之后 邻居们才知道这是谁呀 说是那位谭太公府里边的潘金莲 那个使女 哎呦大伙心想 这武大可是艳福啊 入了洞房了 亲戚朋友们都走了之后 武大把门一关来到跟前 把潘金莲的盖头一掀 武大郎一看潘金莲 潘金莲一看武大郎 武大郎瞅着潘金莲就愣了 潘金莲瞅着武大郎就傻了 为什么 武大郎心想 哎呦我的妈呀 我这媳妇怎么这么漂亮啊 潘金莲看着武大郎 哎呀 这是个什么人哪 这不是个妖怪吗 怎么把我就嫁给他了 让我跟他过一辈子吗 潘金莲心想 谭太公 你好狠毒啊 他哪知道 这个谭太公 仗着他自己家族的权力 把潘金莲就推进了痛苦的身心 潘金莲嫁到了武大郎的家里 洞房之夜的时候 武大郎一掀这盖头 俩人互相一看 都愣在这儿了 武大郎没想到潘金莲能长得这么漂亮 潘金莲没想到武大郎能长得这么丑陋 潘金莲暗想 谭太公 你这招可太损了 你比打我一顿 骂我一顿 比我蹲两年监狱都难受啊 你这是让我这一辈子受罪 让我就跟这样一个人过一辈子吗 嗯 潘金莲 他恨谭太公 但是恨 也没有用了 生米已成熟饭 木已成粥 潘金莲坐在这儿就哭了 臭臭大大是一个劲的哭啊 武大郎一看 武大郎也没了主意了 我说啊 金莲 你别哭啊 你别哭 你听我跟你说啊 我这个人呐 从小就失去父母 我也是个苦命人 这眼泪呀 我也没少掉 臭的一块也能有几条子 所以呢 我也看不得别人掉泪 别人一掉泪 我心像刀脚似的 金莲 我知道 你呀 跟我不般配 这事 可你别怪我 提亲那媒婆呢 她没跟我说 你是什么长相 我呢 也没见着过你 原先我要知道 你长得这么漂亮啊 我说什么 也不能答应这门亲事 这不都入了洞房了 我才看着你的本模样 哎 是啊 你长得像朵花似的 我呢 像土拉喀似的 咱们两个 怎么能成两口子呢 讲人心比自信 要是倒过个个儿来 那我也不乐意 现在 已经是 入了洞房了 你说这个事 还怎么办呢 金莲 你说说 你还有什么主意呢 潘金莲不说话 就是哭 他这么一哭啊 武德郎就更着急 哎 哎金莲 要不 这样吧 反正咱们两个 这个夫妻呢 是枪捏的一块的 老百姓讲话 枪摘瓜果不能甜呢 你不乐意 咱们就别在一起了 今天晚上 咱们这是入洞房了 明儿一早晨天亮之后呢 你要是有去的地方 你就去吧 啊 我不拦你 这行不行呢 潘金莲一听 明儿早上天亮走 天亮我走了之后 对外边跟人怎么说呀 我已经是武德郎的人了 跟人睡了一宿觉了 到我 潘金莲 还哭 武德郎 急得在地下直转 哎 这怎么办呢 这 哎 是啊 金莲 现在真让我走吗 啊 我说话算数 你走吧 那好 那我现在就走 潘金莲 啊 我送送你啊 我问你 你想上哪儿去呀 要是到近了还行 要到远了 这黑灯下火的你一个孤身女子 要碰上坏人呢 我把你送到那地方 我把你送到那地方 好不 哎呀 潘金莲看了看天 看了看地 自己心中爱想 我上哪儿去呀 我倒是有点远亲 都离这 一百里地以外 今天晚上 我能走到那儿吗 这 他看看武大郎要送他 这个人也是一片善良之心 潘金莲又哭了 哎 你看我都答应你走了 你怎么还哭啊 哎 这是我命里注定的 我就得跟你了 怎么 你不走了 我不走了 我没有地方去 潘金莲一转身 又回来了 潘金莲转身回来了 武大郎心里高兴 一看潘金莲自个儿愿意回来的 他觉得好像他们那个夫妻婚姻 这是前生当定 于是就这样 潘金莲跟武大郎就成了亲了 东方花竹叶 虽然闹了这么一点小风波 但是很快的平息了 潘金莲的心里边想的是 我呀认了命了 这就是前生造就 我这一辈子就该嫁给这样一个人 他虽然心里边这么想 但是时耳的又矛盾 他又想 我怎么就非得嫁给这么一个人呢 就凭我这个模样 我就不能找着一个很理想的人吗 潘金莲的想法 受到了当时社会环境的制约 武大郎娶了潘金莲 这在清科县城里边来说 可是一大奇闻啊 没用三天两天 这个消息可就传出去 大伙都说 你们知道吗 就卖炊饼那个武大 长得没有三块豆腐干子高 呵 娶了个媳妇 那才漂亮呢 谁家媳妇 谁家的 潘家的 潘家的 潘家的师女 潘金莲 知道吗 就最漂亮的那个 嫁给他了 怎么的了 怎么嫁给他了呢 那谁知道啊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 这个事传来传去啊 就传到有那么几位 游手好闲的扶浪子弟 耳朵里去了 这几位都是干什么呢 当初 他们受媒婆之约 都上那谈家去相过亲 你想上谈家相亲的那几位 能是正经人家的人吗 那都是在街面上横晃 一天到晚 吃饱了没事 提龙架鸟 赌博耍钱 茶馆酒色 经常泡的人物 这几个年轻的后生呢 开始不知道潘金莲 嫁给武大了 后来听说 潘金莲嫁给武大了 这天 他们在酒馆里边 跟几个凑的一块喝着酒 有一个就提起这话头来了 哎 我说 我告诉你们 你们知道 那潘金莲 嫁给谁了吗 不知道 嫁给谁了 嫁给那个吹饼五了 就那个三寸丁 别胡说八道了 他能嫁给他们 哪有哪个事 我要撒谎 不是人 不信你就上那个卖吹饼他们家 看下 潘金莲就在他们家里头 那怎么回事 那谁知道 哎 我说 咱们这哥几个 可都上他们家里 先过 其实人都没看上啊 人家没看上 咱们看上那武大郎了 说明咱们这哥几个长得 赶上那武大郎 那个不呗 哎呀 挺好的一朵鲜花 插在狗屎上了 哎呀 这武大郎能有这样的艳福啊 他能娶这么个媳妇 不能把他烧的发钥子 哎 这没办法呀 哎 待会儿 喝完了酒 咱们上他们家看看 看看那潘金莲 是不是在那 对 看看 有这么两三位 这酒喝的梁也红了 晕得呼的 正在这种犯罪状态 他们起来了 走走走 上那武大他们家 看看是不是那潘金莲在那呢 这几个小子就来了 来到武大郎这家门口外头 他这是个独门独院 隔着这矮院墙 一身脑袋 往那三间草房那看 门关着 没人啊 不能没人 武大郎出去卖吹饼去了 他媳妇肯定得给他看门 招闹 哎 里面有人 有没有武大哥在家 武大哥 找你来咯 潘金莲真在家呢 武大郎每天出去卖吹饼之前 都嘱咐潘金莲 好好的看守门户 对 潘金莲听见外边有人这一招呼 把房门开开 迈步就出来走到院子里了 潘金莲一出来 这几个小子一看 哎呀 哇哨 真漂亮啊 你瞧那两步走 这两步走都瞅着那么美 哎哟 而这位你是谁啊 你 你是武大哥的什么人啊 啊 我是 我是 我是他的妻子 妻子 武大哥没有妻子 我刚过门没有几天 啊 哎呦 那怎么说你是武大嫂了 武大嫂 你 你长得真漂亮啊 您看在西方国家 这男人要说女人长得漂亮 好像是一种恭敬话 恭维话 咱们国家 尤其在这封建社会里边 您要说这女人长得真漂亮 这就有种挑逗轻慢的意思 潘金莲听到这句话 潘金莲站在院里不动了 心想 这几个人是干什么的 潘金莲正在思索的当中 那几个又说话了 嘿 我说 我说我的嫂 你怎么嫁给他了 这武大郎那么点个儿 跟你站在一块 他瞅着他也不合适啊 啊 哈哈哈哈 大嫂 把门开开 让我们过几个当务里坐会儿 喝点茶 你看怎么样 潘金莲一听这话 觉得自己人格受到了侮辱 潘金莲把脸沉起来 你们这几个是干什么的 啊 干什么你跑到这儿 说这些话 你们快给我走 走 我们不走 你弄怎么的 我们在墙外边站着 瞅瞅美人 那还不让看吗 啊 你长那么漂亮 不就让人看的吗 你要不让看的话 就别长那么漂亮啊 啊 哈哈 这几个罪鬼 在这一闹腾 偏赶上武大郎挑着挑子回来 武大郎挑着吹饼挑子 这一回来 老远一看自己家门口外边 站这么几个人 自己的媳妇站在院子里边 跟他们整个搭话 武大郎心想这是干什么的 武大郎走到进前 把这挑子一放下 一听这几个小子正说这样的话 武大郎在后边就过来 哎 你们这几个干什么 这几个小子一回头 哎呦 武大哥回来了 而 lob大哥 你回来了 没别的 我们搁几个今儿喝点酒 喝完之后想着能看看您 听说您最近娶了个美人 看看到底美不美 是啊 我们一看您这美人可真美 这不是大佬在院里 站着跟我们聊聊 这您别吃醋啊 武德郎一听到这儿来气了 就是多脾气好的人 一沾到这个事上 他也上火 武德郎说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你们说这些下流话 你们这是调戏我的妻子 你们快点给我滚开 什么 滚开 我们就不走 我们就在这儿站着 你怎么的 武德郎说你站着 我就让你躲开我这门口 这门口是我的地方 争吵起来了 这一争吵起来 武德郎旁边的左邻右舍 这人都出来了 武德郎这个人 由于善良老师 这邻居们对他还都挺好 邻居们有几位出来一看 哎你们这去干什么 你们跑这抄抄抄抄抄抄抄干什么 邻居们这一出来人多势众 这几个罪鬼 看事不好一转身都走了 走了之后 武德郎回来 进了屋就告诉潘金莲 金莲呢 以后啊 不管谁 要是到这来招控我 我不在家的时候 你别出来 听见没有 咱们呢 惹不起躲得起 别招惹这是非 潘金莲一听好吧 我记下了 接着武德郎又上街卖吹饼 这几个罪鬼呢 觉得武德郎好欺负 一个是武德郎没有视力 再有一个武德郎长得又矮小 也不能打又不能动 武德郎家里边还有这么个漂亮媳妇 这几个罪鬼就插圈网套 想着找寻武德郎 武德郎第二天上街一卖吹饼 这几个小子在道上把武德郎就给截住了 哎我说武德哥 我要买吹饼 人家要买吹饼 你是卖吹饼的 这得正经八百的跟人家搭干呢 武德郎也知道 这几个小子拦住他居心不善 但是做买卖的 就得当买卖座 把条子放去了 哎好 你要买多少吹饼 买多少吹饼啊 我们家今儿请客 给我来四十吧 来四十啊 你这个前后笼屉里边够不够四十 够够够够够 武德郎打开笼屉 给捡了四十个吹饼 包好了 递过去了 好 听说你这吹饼做的好啊 走吧 回家 哎 你还没给钱呢 啊 要钱呢 钱不能少你的 咱们先欠着啊 三天以后 你往这儿来拿钱 那不行啊 我这是小本买卖 我该不说欠呢 你得给献钱 给献钱 献钱我没有 三天以后来去 走 这几个小子撒腿就跑 武德郎连不上 武德郎弄于肚子气 挑着吹饼弹子回来了 跟潘金莲一说这个事 潘金莲也觉得窝火 武德郎说不管怎么说吧 三天之后 我再找他要账去 过了三天 到日子了 武德郎又上那个地方去了 挑着挑着一到那 一看那几个小子真在那 武德郎就跟他们说了 你这吹饼钱 什么时候还呢 什么 吹饼钱 谁也赶你吹饼钱 哎 你们这人怎么吃秘辛石啊 你们三天前不是拿了我四十个吹饼 你说让我今天来拿钱吗 放屁 就凭我们要你的吹饼啊 我们都献你的吹饼脏 你献你那个长的窝囊样 你做那个吹饼 我们吃的都恶心 我们要你的吹饼谁给你钱 武德郎一看你买了吹饼还不给钱 他可真急了 武德郎说你们不是东西 你们不是人 好 你敢骂我 打 这几个小子过来是全九相加 武德郎能打得过他们吗 别说他们两三个人打呀 就单打独斗 武德郎也不是他们的个人 让他们是痛打了一顿 这几个小子扬长而去 要不说呢 这个人呢 就有这种里根性 总是欺软怕硬 武德郎无权无势 没有反抗能力 所以这几个小子觉得欺负了他 好像也抬高了自己 这就叫强者欺强 是弱者欺弱呀 这种里根性 直到了若干年以后 鲁迅先生给他总结概括了 感情这是阿修精神里边的一种 武德郎回了家了 到家里边一头栽到床上 就算病了一肠啊 潘金天一问怎么回事 武德郎把这个经过一说 潘金天感到武德郎太窝囊了 武德郎躺到床上不想别人 就向他兄弟武松 哎 我兄弟没在我身边啊 看起来呀 我兄弟好打架 这是对的 有些人就得打呀 你不打他 他打你呀 哎 老天爷怎么就让我长得这么矮小呢 我一点力量都没有 等着我兄弟回来的 我告诉我兄弟 我让我兄弟给我出这口气 潘金连说你还有个兄弟吗 对 我有个兄弟叫武松 你别看我长这样 我兄弟可不像我 我兄弟长大高壮 一身无意 就这几个小子 不够我兄弟一只胳膊滑了的 潘金连心里想 武德郎啊 大概你这也是跟着我在这吹 你长这模样 你兄弟还能长什么样啊 离不了大模子 武德郎窝囊了一场病之后 潘金连跟武德郎一合计 这清河县地方不能待了 得搬家 咱们挪个地方吧 武德郎就说了 往哪挪呀 我没有认识人呢 潘金连就想起来了 说阳谷县里边 我有一个远房的表书 咱们到那投奔他 你看怎么样 武德郎一看好 所以就这样 两口子 有打清河县 就搬到阳谷县来 潘金连找到他这个远房的表书 靠这点关系呢 就在这紫石街22号 租了这么一个双层楼的房间 在这两口子住下 刚住下没有一个月 潘金连那个表书 他就过了事了 但是他们两口子也算是在这 落落户了 就这样 到了阳谷县 武德郎到了阳谷县 没用多久 大家伙也对他熟悉了 因为他的形象有点太个别 所以武松今天来一见潘金连 武松觉得潘金连跟武德郎并不般配 觉得这个婚姻有点奇特 实际上就因为有这么一段历史经过 潘金连看到了武松 潘金连心中也想 哎哟 无怪乎武德郎说他这兄弟如何如何呢 今天一看他这个兄弟跟他这哥哥可真是天壤之别呀 他一看这武松 大个儿 长得一排鹦鹉气魄 又听说武松是打虎的英雄 能把老虎打死 这是真正响当当的男子汉大丈夫啊 潘金连一见到武松是满面堆笑 哦 这是叔叔来了 快点 屋子里请吧 武大郎马上把武松让到屋子里边 潘金连紧接着投钱带路 领着他们哥两个上了楼了 他们哥两个落座之后 这潘金连马上投了一个手筋板 拧上了给武松让他擦脸 接着又给武松沏茶 把这茶水端到武松的跟前 您别忘了 潘金连是侍女出身 在侍奉人这方面 那是受过多年的教育的 今天他一看见武松 又打心里边又特别喜欢他 所以对武松接待的就特别的殷勤而周到 武松呢 对这个嫂子 那是特别尊敬 一地茶 武松站起了双手接 递手进马的时候 武松站起了双手接 武松的心里边 对武大郎 不仅是他的大哥 那简直就是自己的父亲一样 武大郎和武松 既是兄弟之情 又有一种父子之情 所以武松对嫂子就更得尊敬 武松越是这样尊敬 潘金连在心里边就想 你别看武大郎那个兄弟 这么大个子 看他长得很威武 可是还很懂礼貌 这样的话 潘金连又在心里边对武松就更有好感 潘金连转身就跟武大郎说了 大郎 你快点准备点吃点 兄弟来了 你就让他干坐着 对对对对 你看看 我这光高兴了 我忘了 那好 我现在马上下去 上街上 我买点菜来 咱们在这喝点酒 咱们弟兄在这团聚团聚 武松说我去吧 不不不 你坐着 你坐着 我去我去 武大郎下去了 到街上不大会的功夫 买了点菜 打酒回来了 武大郎在楼下喊 我说妻子 你下来 你给咱兄弟做菜呀 潘金连在楼上就说了 你呀 可真是什么都不懂 让咱们兄弟自个儿一人在这坐着 让我下去去做菜 干脆吧 你上隔壁 让王妈妈帮你做吧 那也好 武大郎出去把他借饼的邻居这王妈妈找过来 帮着做的菜 时间不大的功夫 菜端上来了 酒摆上了 潘金连满满的倒上酒 递到了武松的跟前 兄弟 你远落而来 够劳累的了 先喝一杯吧 我早就听说了 咱们今天这街上有一个打虎英雄跨马游街 我也想去看看 可这家里边离不开人呢 我没想到 这打虎英雄就是我兄弟你呀 这一来 你可真跟你哥哥拔了窗 争了光了 哪里哪里 我大郎高兴 也倒上一杯酒 兄弟 咱们哥俩 有这么长时间没见面 今儿个咱们这酒喝了 我送这好 哥哥来 干干 一碗酒喝完了之后 刚把这酒碗放下 酒停楼下有人敲门 邦邦邦邦邦邦邦 哎 我说啊 武大郎在这住吗 哎 谁叫门哪 哎我去看看 武大郎迈不下楼 开开门一看 哪位 我是县衙门里的 请问 您是那位武大郎 我是我是 吴二爷在这吗 啊 正在楼上 喝酒呢 哎呦 他咱们在这喝上酒了 我跟你说呀 县他也有急事要找他 你马上告诉他 快点下楼 跟我们走 到县衙门去一趟 啊 哎好吧 武大郎转身上了楼了 兄弟 县里边来人了 让你马上到县衙门里边去 说有急事 你看咱们哥俩想喝点酒 都喝不安生 武松是有什么急事 好吧 那么我先去一趟 回来咱们再接着喝 哎 好 你快去快回 我们在这等着你啊 好了 武松下了楼 跟着这个差人就来到了县衙门 到了县衙门后书房 见了县的爷 这位使的人一看见武松 满面对笑 武松啊 听说你跨马游街 我打算让你给我当步兵都头 不知你意向如何 阳谷县令跟武松说 打算要让武松担当县衙门里头的步兵都头 阳谷县令说完这句话之后 面带着微笑 手捋着胡须 瞅着武松不言喻了 为什么这样啊 这阳谷县令啊 他看武松如何反应 这位县衙爷认为 武松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 马上会面露喜色 立即就得站起来 给县太爷跪倒磕头 感谢县太爷提拔之恩 马上就答应当这都头了 因为这都头 是县衙门里边带领着差人 捉拿盗贼的这么一个头目 当成这都头 那就是 吃黄粮拿官享的官员了 能不感谢老爷吗 用现在的话说 你就是国家在即干部了 可是出乎这老爷意料之外的是 武松听完他说这话 沉默了半场 没言语 老爷脸上的笑 模样也没了 最后武松说了 老爷 您提拔小人 小人感恩戴德 不过这件事情 小人我说了不算 那对谁说了算 我得回去 问问我大哥 我大哥 带我如同亲生父母一样 像这样的大事 必须他点头才行 哦 老爷一听感情武松这个人对他的大哥竟然如此尊敬 嗯 好吧 那你就回去问问他 他同意不同意回来你给我送个信 好 谢大人 武松转身回来了 武松回到武德郎家里边到楼上一瞧啊 武德郎跟潘金连这两口子守着那个酒席桌子一动没动 等着武松呢 武德郎在那椅子上蹲着 干嘛在那椅子上蹲着 武德郎不是个矮吗 坐在吃饭的时候不能坐在那椅子上 坐在那椅子上显得太矮了 得蹲在那椅子上 一看武松回来了 武德郎就问了 二弟 这县太爷找你去干什么呀 大哥 我心什么事 武松坐下 感情啊 县太爷说 我在景阳港打虎 为阳谷县民处理遗害 他想提拔提拔我 要让我在县衙暗门里边当一个步兵都头 问我愿意不愿意 武德郎一听在那椅子上站起来了 那你怎么说的呢 愿意没愿意呢 我说这个事 我再考虑考虑 嗨 这个事你还考虑什么呀 这武德郎一着急蹬 又打椅子上蹦下去呢 这一蹦下去找不着这人了 比这桌子刚高不点 大哥 那我得问问您哪 您同意不同意呀 你问我干嘛呀 嘿兄弟 你呀 还是年轻啊 还是年轻啊 我告诉你呀 干什么 都不如当官啊 你哥哥我这样的 这一辈子也是当不了官了 这让你当阳谷县的都头 哎哟 这是给咱们家增光乐祖的事啊 咱们家呀 旺盛刀三辈都没有做官的 你这回一当这都头啊 这就是咱们家祖坟冒了青烟了 哎 你多余回来问我 你你你快点回去告诉他 你说你愿意 潘金链在旁边说了 你看把你急的那个样子 兄弟回来问你 这不是尊重你吗 不是心里边有你这个大哥吗 你还责怪他干什么呀 啊啊对对对 这倒是呀 你呀 马上回去 大哥 我吃完饭再回去赶他 别别别别 夜长梦多 万一吃完了饭再回去 这县他爷在改了主意呢 你现在就回去 你就说 你问你大哥了 你大哥特别高兴 愿意你当都头 我跟你嫂子 我们俩等着你 等你回来之后 咱们接叉再吃 你天黑不回来 我们也不撤桌 好不好 武松一看哪 他大哥比他的心情还着急 愿意我当官 好吧 武松转身又回来了 见了这位史大人 说了 我大哥同意我当这都头了 现在也点了点头 好吧 这样的话 你在你大哥家里边休整三天 衙门里边呢 给你安排个住处 三天之后 你就到衙门里边画某上班吧 武松转好多谢老爷 武松回来了 再一见武大郎 跟他们两口子一说 这个都头已经当成了三天之后 就要画某上班了 哥这武大高兴 当时让潘金莲把酒倒上 针满了之后和武松这哥两个是开一回唱饮啊 前一杯后一杯是左一杯右一杯最后喝的武大郎都晕晕乎乎喝醉了 手搭在武松的肩膀头上 默默叨叨叨的跟武松一劲说 前五百年后五百载 陈康烂骨子全捡起来了 武松一看 自个大哥这是高兴的 嫂子潘金莲也是面带喜色 但是潘金莲说了 兄弟 你在衙门口当差了 你打算怎么住啊 武松说 衙门里边有房子 老爷说了 给我收拾出一间房来 我搬到衙门里边去住 哎呀 兄弟 你们就这么哥俩 相依为命 干嘛上衙门口里边住去 这阳谷县里边要是无亲无故 还有情可原 有你亲哥哥在这 你要上衙门口里边住去 这不让邻居们说三道四吗 说你们哥两个不近 其实我看这世上 还有再比你们哥俩近的吗 嗯 别上衙门里住去 就在咱们家住 这不楼下 那有两间房吗 一间厨房 外间屋挺宽敞 让你大哥找个木匠来 间别一个屋 你就在楼下住 早早晚晚的 有嫂子我伺候你 吃喝存在都方便 怎么样 武大呢 嘴巴刀枪的 说 对 兄弟 那你可不能上衙门里住去 你要上衙门里头 这一住去呀 你大哥 我心里边都难受啊 知道吗 你是我兄弟 你是从这么长让我把你摆了大的 你离开我 我就想你呀 实际上 你这大哥呀 哎 跟你呀 就像父子一样啊 潘金莲一听你说的什么呀 别胡说八道 喝醉了 投入一句 讲一句的 武松说 嫂嫂 真的 我的哥哥 真像我的父亲相似 好吧 既然这样 那 我到衙门里边跟他们说一声 我就搬回家来住 对 搬回家来住 到了第二天 这潘金莲就催着武大郎赶快上外边找木匠 找了一个木匠师傅 就在武大郎的这楼下 给歼灭出一间房来 武在里边摆成一张床 摆成一张桌子 用两个雾凳 撂那 这就是武松的住处了 武松一看 哥哥嫂子既然如此热情 自己呢 就应该回到家里来住了 武松到衙门里去了 到衙门口一看呢 这衙门里边给他把这间房也给收拾好了 有两个土兵正在屋子里边 给他扫房呢 武松说你们不用收拾了 我呀搬家住去了 这两位土兵一条 哎呦 您怎么回家住啊 您不在这衙门里听拆吗 这还方便 武松说不用 我大哥那给我房都收拾好了 在那离衙门口也不远 你们把东西给我搬着 我上我大哥家 就这样武松搬回到武大郎的家中 就在楼下这安顿下了 三天过后 转过天来就该上班了 武松早晨起来 刚穿好的衣服 走到厨房一看 这潘金莲把漱口水给他打好了 那边脸盆里边水也给打上了 这手巾在那脸盆边上搭着 潘金莲满面堆笑 叔叔快快洗脸漱口吧 武松心想 我这个嫂子对我可关照的到了家了 心里边不免产生了一种感激之情 塑完了口洗完了脸 潘金莲把饭给端上来了 武松自己心里边很不老人 武松说嫂嫂 赶明天您不用起早了 这些事情由兄弟我自己处理吧 嗨 说哪儿的话呀 你们不是亲兄弟吗 这又不是外人 嗓子伺候你还不是应该的吗 啊 好 武松上班了 打这儿开始 早晨武松到衙门里边上班 午饭有时候在衙门里吃 有时候回家吃 晚上指定得回家吃饭 潘金莲对武松招待的殷勤 多怎一见的武松都是满面赔笑 武松这小伙子心里边就感觉到这个嫂子还真有个嫂子样 对这个兄弟可以说是做到体贴入微 武松觉得过意不去 没用几天 武松啊 买了一批锦段 把这批锦段 带到家里来了 吃晚饭的时候 当着武德郎的面 就说了 大哥 我给我嫂子买了一批锦段 让我嫂子 坐件衣裳穿吧 把这个锦段就尝尝来了 潘金莲一看这锦段满面带笑 哎呀 兄弟 干嘛你买这东西呀 让你破费 在你哥哥家里边住着 你就踏踏实实的 不要想这想那 听见没有 既然是你给嫂子买了呢 那么你是我兄的 嫂子也穿得着 也花得着 那我就收下了 潘金莲大大方方的 把这锦段就接过来 潘金莲心里特别高兴 穆大郎在旁边吵着也乐 因为觉得这个家庭 显得很温暖 很和谐 武大郎心想 我有这么一个漂亮的妻子 又有一个知情达理的兄弟 组建成这样一个家庭 这是我过去做梦都没有想到的 武大郎每天上街卖吹饼 都显得有精神 您还别说 这武大郎出去卖吹饼 这些日子 生意特好 比每一回卖的都多 为什么特好呢 武大郎在阳谷县都出了名了 他这出名是借助于武松的名望 因为武松 在景阳港大湖 阳谷县里的人没有不知道他的 他当了都头以后呢 大家伙对他更是产生敬仰之情 那么这个不起眼的三寸钉古术皮麦吹饼的武大郎 是这位杨古县名人的大哥 所以大伙对这武大郎也都另样看待了 买吹饼都愿意买他的 还有的人呢 背地瞎传 你知道那武松打虎那本是跟谁学的吗 那是跟他大哥学的 据说他大哥呀 好功夫 你别跟个小啊 飞檐走壁 一跺脚蹭蹭就上房了 有人说胡说八道吧 瞅他那样不像会练武术的 那他不会练武术 那他兄弟怎么那么厉害 谁知道呢 说什么的都有 所以对武大郎 大伙把他也当成新闻人物了 他一出来 大伙就都过来围着他 问这问那 问武松怎么回事 武松这本事是怎么学的 武大郎呢 这个人是实在人 不好吹 就把实话都给兜出来了 说我兄弟呀 是上少林寺学的武艺 跟我没关系 我什么都不会 后来大伙就才知道 哦 感情那武大郎啊 他就会做吹饼 他一点武术都不会 但是武大郎的吹饼生意 可是越来越好 生意也好 武大郎心里边自然也高兴 潘金莲呢 很愿意武松在他家里边住 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心情 他觉得武松在这家里边一住下来 对他的心里上好像是一种安慰 出来进去 他瞅着武松 心里边特别喜欢他 潘金莲 老在想 你说武松 长得这么好 是这么一条英武的汉子 可是这武大郎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他越看武松 从心里边 越讨厌武大郎 这个潘金莲呢 有个邻居 戒饼是个茶坊 开茶坊的这个人 姓王 是个老太太 五十多岁了 人们都管的叫 王婆 王婆这一辈子 嫁了有四个男人 这四个男人呢 都是一个顶一个过去的 第二个呢 把第一个顶走了 第三个把第二个顶走了 第四个把第三个顶走了 最后的第四个呢 病死了 病死之后 王婆呢 还有个姨夫子 这姨夫子生起来之后 长大成人 不着调 王婆是管也管不了 说也说不得 最后他这个儿子 也跑出去了 天南地北的走 到现在也不知下落 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这个王婆可不是一般的人 那是社会上场面人 这一辈子风花雪月的事不少 他为什么找到第四个男人 就不找了呢 因为在这杨谷县里边 再也找不着了 杨谷县大伙都传开了 都知道这王婆 不能跟他过日子 说这王婆扫兴 有的说这王婆 桑梅券 但是王婆本身知道 他有他自己的人生哲学 他是该怎么过就怎么过 该怎么活就怎么活 有人说王婆究竟有多少个男人 这一辈子谁也统计不出来 表面说有四个 那是在即的 不在即的 背地里偷偷摸摸的 那就不知道数了 这个王婆呢 虽然是这个样子 但是在杨谷县里边 认识的人很多 您说是哪个杰藏的吧 上上下下 方方面面 没有不知道他的 偏偏的 他和潘金莲武的郎呢 住邻居 这潘金莲呢 跟王婆就有过来往 平素过日子 借点东西呀 互相帮帮忙啊 您像武松刚来的时候 做饭 就是王婆帮着做的 潘金莲管的王婆呢 叫王甘娘 而且到王婆的茶饭里边 喝茶的不少年轻人 都管他叫甘娘 为什么叫甘娘呢 这可不是甘亲 有甘娘就有甘儿子 不是这意思 这个都城济盛这本书里边说过 水茶坊 乃昌家 辽舍桌凳 以茶为由 后生辈 甘于废钱 为之甘茶浅 以此 甘茶浅之故 故乎之为甘娘 非甘儿甘母 之为 就说呀 这个王婆 借着开茶坊 实际上 她还有一个暗地的职业 宝梅拉签啊 东扯西拉呀 包括 暗昌在她这做买卖呀 她都搭个 有些个年轻人 到这来喝茶 这假的 这茶去甘给 所以都管她叫甘娘 有打这个甘 隐身而来的 这个王婆啊 闲着没事 有时候上 潘金莲家里边来串门 武松住到他们家里边之后 王婆知道 跟潘金莲 半真半假的 开玩笑就说 哎哟 我说金莲哪 你这个兄弟可长得真不错呀 嘿 就瞧你这模样啊 不如嫁给他呢 说到这的时候 潘金莲脸一红 再也不言语了 这王婆就嘎嘎嘎嘎嘎嘎一阵笑 接着跟潘金莲就东扯西拉 扯他年轻的那些个风流运势 有时候还跟潘金莲讲一些低级下流的笑话 喝这个王婆肚子里边也不知哪来的那么些东西 张口就来 有的时候说到潘金莲面红耳吃 告诉王甘娘您别讲了 这王婆一拍潘金莲别给我装这个假正经 扭的扭的他就出去了 就这么一个人 潘金莲摊上这么一个邻居 对他来说真是不无影响啊 潘金莲有时候也想嘛 武松 我要是嫁给他这多好呢 潘金莲对武松 颇有好感 而且 这种好感 与日俱增 光阴忍然 武松搬到武特郎和潘金莲家已经一个月了 这个时候是十一月底的天气了 冷了 这一天呢 大雪纷飞 别看这下雪天 这武特郎照样挑着挑着上街上卖吹饼 武特郎做事很认真的 小本经营那不能断溜啊 他遵奉的是家衬斗金不如日进分文这么一个原则 所以是寡风下雨 照样上街 风雨雾足 武特郎出去了 潘金莲自己独自一个在家里边协议着门框 往外边观望着雪景 当进中午的时候 远远的一看武松回来 潘金莲一看武松回来特别高兴 马上把武松让到屋子里边 帮着他担扫深圳的雪 武松说扫扫 不用不用 我自己来 武松把自己脚下的油靴换了 然后潘金莲就在武松这个屋子里边 桌子上给他摆上了酒 弄了几盘菜 给端上来 两双筷子 两个补笛 两个酒杯摆着 武松洗完了脸 坐在这桌子旁边 一看这桌子上的韭菜 他抬头问潘金莲 嫂嫂 我大哥上哪去了 你大哥呀 出去卖吹病去了 哎呀 这个天他可出去吧 嗨 谁也拦不住他 他是个活动惯了的人了 你让他在家里边待着 他该有病了 这么的吧 今天咱们叔嫂二人在这喝两杯酒吧 天这么冷 喝点酒 去去暖 好吧 等大哥回来再说吧 嗨 他在什么家回来呀 这都闪过头了 你不饿呀 咱们喝着 一会他就回来了 潘金莲说话间就给武松倒了一杯酒 他自己也倒了一杯酒 说说 喝吧 武松把酒杯端起来 冲着潘金莲 双手举杯 嫂嫂 小弟我喝 就这些日子 潘金莲对武松 虽然如此这样殷勤关照 武松对潘金莲 一直是毕恭毕敬 这酒 喝完料下 潘金莲接着给武松 又倒了一杯酒 兄弟 来 这回 嫂子跟你一块喝 知道这叫什么酒吗 这叫 双杯酒 武松听到这句话之后 心里面不得高兴 嫂嫂 您就喝您的吧 我喝我的 来 干了 潘金莲拿起筷子来 给武松 往那补笛里边加菜 吃菜吧 嫂嫂 不要客气 我自己来 我自己来 兄弟 我听人说 你在南关里边 找了个卖畅的 是吗 啊 嗯 嫂嫂 你这是听谁说的 你甭管我听谁说的吧 反正有人这么说 有没有这个事吧 嫂嫂 我武松从来不办这些事情 买唱的 我在外边 连一个女人都不接触 哦 是啊 那可能就是别人传言了 这人嘴两张皮嘛 说什么都得让人家说呀 不过 兄弟 你多大了 嗯 25岁了 哦 你比我还大两岁 我23了 哦 虽然我23 但是我也是你嫂子 都25了 该找一个了 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嘛 哼 武松说 嫂嫂 我武松 只有到少林寺 学权练武 早已经立下志向 洁身自好 终身不娶 我这一辈子 就打算练功 不打算取妻式了 是吗 潘金莲听到这儿 给武松 啪 递了一个眼神 这个眼神 遗憾的是武松没看着 但是潘金莲 可是竭尽全力 把这个眼神送过去的 接着 潘金莲又说了一句话 兄弟 你要是一辈子不娶的话 那就跟你哥哥嫂子 在一块 过一辈子吧 啊 就是 我武松 这一辈子 就孝敬 我的哥哥 我的哥哥 就是我的生生父母 唉 唉 你这个哥哥 有什么值得可孝敬的 废物一个 嗯 嫂嫂 你怎么说这个话 我哥哥怎么能是废物 我哥哥 那是个忠厚老实的人 哼 忠厚老实 老实就是废物的别名 当今这世上 哪个老实人 能发迹 哪个老实人 能趁钱 哪个老实人 能得势啊 嗯 像你哥哥这样的 整天 也就是挑这个吹饼挑子 眼睛去转 除了这个 他还会什么 嫂嫂 您不能这么说呀 我想 这人生在世 只要是有一技之长 能维持生技 这就不错了 我哥哥的吹饼 在阳谷县 那是很有名气的 大街上 谁都知道吹饼舞 哼 吹饼舞 吹饼舞算个什么呀 他跟你们哪比呀 哎 你 打虎英雄 武都头 说实在的 你哥哥跟你嫂子 跟你可沾了老光了 没有你这个兄弟在这 你这哥哥 说不定得挨多少欺负呢 在清科县 还不是因为挨欺负 搬家搬到这来的 那 没有我的哥哥 也就没有我武松 这倒是呀 你得恩不忘啊 兄弟来 再干一杯 说这话盘金莲又倒了一杯酒 兄弟来 跟嫂子再喝个双杯 武松听到这儿 这回没端着酒杯 他一转身 看了看旁边那碳火盆 碳火盆里边啊 插了一双铁筷子 这个铁筷子是拨了碳火的 武松拿起了一个铁筷子来 拨了一个碳的火 他好像是要把这个碳火拨忘一点 实际上武松不愿意再跟潘金莲喝这个所谓的双杯了 但是潘金莲站起身来 走到武松的身旁 伸手就把这个碳火盆里的铁筷子给夺过来了 拿过来 我拨 要拨火 你没有我 武松拿那火筷子 在这火盆里边拨那个碳火 潘金莲在旁边过来了 伸手 他把这火筷子从武松的手里边拿过来了 兄弟 这火啊 我来拨 我比你拨得旺 他拿这火筷子的时候 这手故意的碰了碰武松的手 武松把这火筷子给他了 潘金莲拿过这火筷子来 一边拨着碳火 一边说 兄弟 你知道吗 拨这个碳火啊 这里边还有个规矩呀 空心火旺 石心火转啊 但是不管是空心还是石心 这个碳火当中都得透风 不透风 这火 它就着不起来 你懂吗 嗯 说到这句话的时候 潘金莲扭向回头 叮叮的 瞅着武松 在这武松啊 头都没抬 在那端着酒杯 看这杯里边的酒 潘金莲这阵 很想让武松看他一眼 他自信 如果这阵武松要看潘金莲一眼 肯定 他会销魂落魄 潘金莲 在这看着武松 那双眼睛里头 透着娇媚火辣 而且也有一种追求和渴望 潘金莲刚喝了点酒 这脸上红扑扑的 面如桃花 暮如秋水 二毛子紧盯着武松 可以说有胆的眼睛里边闪烁了两种光芒来 任何一种男人 都得在他这种光芒之下败北 看遗憾的是武松 他就是不抬头 潘金莲 最后站起来了 哎呀 这太会让我不忘了 这屋子里边可有点热了 他把外衣脱下去了 紧着紧身内衣 更显得他体态苗条 然后呢 就在武松旁边坐下了 刚才是在队过坐着 现在挪这边来 兄弟 再喝两杯 武松这边往旁边挪挪挪 嫂嫂 我看 等大哥回来咱们一起喝吧 嗨 等他干什么 他回来 也喝不了三杯两盏的 感叹 来 我再给你把酒倒上 提起胡来 潘金莲给武松又倒了一杯酒 接着他自个又倒了一杯酒 把酒杯端起来 来 跟嫂子再干一个 嫂子 你自己喝吧 我等着哥哥回来一块喝 哼 你信我自个儿不敢喝呀 一扬脖 周期一杯去 自个儿又倒一杯 怎么样 这回 跟嫂子干 武松一看没办法 好吧 端起酒杯来 又干了一杯 潘金莲接着喝了好几杯 这几杯酒下肚之后啊 他这个醉意见浓 脸色又见红了 潘金莲笑嘻嘻的 吵着武松 兄弟啊 你知道不知道啊 你到我们家里来这一住啊 给我们家就当了主星谷了 你不来的时候 我在这个屋子里边出来进去 我就觉得没招没落的 你这一来呀 我就觉得 这屋子里边就好像有了顶梁柱似的 什么事我都不怕了 兄弟 你就是嫂子我的胆子 哎 嫂嫂 怎么能这么说呢 真就是这么回事 你大哥呀 他没有男子气 他不应该顶家过日子 这个门户 他顶不起来 只有你在这 才像一家人 潘金莲说着又往武松跟前挪挪 哎呀 你穿的衣裳 太少了吧 这要在外边冰天雪地的 冷不冷啊 说着他抬手掐了一下武松的这衣服 这个部位是在肩膀头这 说是掐衣服 实际上连肉一块掐了一下 他这一掐他 武松又往旁边挪了一下 潘金莲 扑持一乐 兄弟 你可真是老实人 跟你说吧 嫂子心里边 有你 兄弟 我想 你的心里边 也应该有嫂子 潘金莲 伸手把钢针满的这杯酒端起来了 兄弟 你要是心里有嫂子的话 把这杯酒 咱俩就把它喝了 潘金莲 先喝了半杯 剩了半杯 就放到了武松的跟前 那两只眼睛继续火啦啦的看着武松 你 把它喝了 武松看到这 觉得潘金莲 说的太露骨了 已经把他的内心想法表露出来了 武松再也不能沉默了 武松一拍桌子 啪 登 站起来了 嫂嫂 尊重一点自己 你把我武松当成什么人了 俺武松 是顶天立地男子汉 堂堂七尺大丈夫 我可不是那种 伤风败俗败坏人伦的猪狗 嫂嫂 你说的这些话 要让我大哥听见 你对得住他吗 如果你再敢胡说八道 别说武松我眼睛人的嫂嫂 全都更不认得你 呃 武松这句话 把潘金莲给说了一个大红脸 潘金莲这脸上也挂不住了 潘金莲脸上一沉 怎么着 兄弟 你嫂子跟你这是开两句玩笑 俗话说了 小时候嫂子开玩笑 这是人情分内的事 干嘛你当真了 我给你脸的这叫不要脸 干什么呀 你哼得我呀 你哥哥都没哼得过我 你哼得我 你说这干什么的 潘金莲站起来一甩袖子 出去了 登登登登登登登 上楼了 潘金莲上楼走了 武松这还一肚子气呢 武松站在屋子当中 恰了腰 望着窗外 心中难想 这样的女人 跟我大哥在一起 我大哥将来必定要受其害呀 这怎么能行 瞪在武松生气的时候 武的郎挑着吹柄挑子又打外头回来了 门一响 他进来 把吹柄挑子先往厨房里面一放 胆巴胆巴自己身上的血 回身把门关上 他看武松这房门开着呢 脉步就进来了 一瞧 武松下着腰望着窗外 一言不发 哟 这是怎么了 往常武松一见大哥回来 那都是满面堆笑 先行问候啊 就是个怎么不言语了 他瞅着武松面油怒涩 兄弟 你干嘛呢 哦 大哥 您回来了 啊 我刚回来呀 你嫂子呢 在楼上呢 哦 哦 你们这儿 喝酒呢 是吗 好啊 这大冷天啊 喝点酒 身上暖筐 一会儿 我接着跟你们喝 啊 大哥 银子给我喝吧 我已经喝完了 啊 喝完了 好 今年的 今年的 哎 咱们在楼上不搭茬啊 武大郎迈步上楼了 一推楼门 进来了 一瞅盘金莲 在床边坐着 脸往后扭着 连看都不看他一眼 金莲 干嘛呢 跟谁生气 问你兄弟下 你问问他就知道了 啊 呦 武大郎心想 这是叔嫂之间闹别扭了 因为什么呀 武大郎又到楼上又下来了 兄弟 呃 刚才说了什么事了 啊 你问问我嫂子 啊 啊 武大郎转身又上楼了 金莲 到底因为什么呀 你问你兄弟下 你那好兄弟 他都知道 哦 武大郎又下来了 兄弟 你跟哥哥说 究竟是因为什么 吴松把自己的衣服拿过来 啪啪 胆了胆 猛身一配 换成游戏 哥哥 他不跟你说 我就没说到了 我上衙门了 一开门 光 把门一带 武松脉步 腾腾腾腾 走了 武大一看 哎哟 这气都不小啊 武大郎转身又上楼了 来到楼上盘金莲的跟前 金莲 你跟我说 兄弟他走了 到底因为什么呀 哼 因为什么 你这兄弟 要让你戴绿帽子 这是什么话 这是什么话 怎么的 你信我冤枉你兄弟了 我真都没看透 你兄弟是个这样的人 接着他回来 我好心好意的给他筛了点酒 我先天冷让他喝点酒去去暖吧 没想到他酒盖脸之后 没有人模样了 他调戏我 动手动脚的 真可体统 说到这 潘金莲 这眼泪出来了 这个眼泪怎么出来的 是刚才 让武松 抢了他那几句 他心里边窝了一口气 这口气 转了个弯 从这出来了 眼泪这么一流 武大一听 金莲 别这么说 你说这话 我不信 要说别人 还有可能 要说我兄弟 绝不会办这种事 我兄弟 那是我从小 把他抱大了的 我拿这吹冰担子 挑着他 挨家求奶 把他求大了的 他是什么人 我知道 他身上长多了个汗毛 我都知道 他不能办这个事 他不能办这个事 那喝着去 我能办这个事 对不对 当然 我也不是说 你能办这个事 你呢 也不能办这个事 不过 你们疏扫之间 可能有点什么别扭 这个事 就别提了 别提了 忍为贵 何为高啊 快点 给我弄点酒 我要喝点酒 家伙你自己喝去 你不信你看他 你兄弟走了之后 一会儿准回来 他没了在这个家待了 他准搬走 潘金连为什么这么说 他料定了 武松这脾气 不能在这家里不住了 果不出潘金连所料 武松到衙门里边 找了两个土兵 跟我走 搬家去 这俩土兵纳闷 哎呦 独头 你怎么要搬家 我让你们搬家 就跟我搬家 不要多问 哎 喊您了 俩土兵跟着武松 就来到了武特朗的家中 进门二话不说 这就卷扑了 武特朗听见楼下 这有动静 有打楼上下来了 兄弟 你 你这是要上哪啊 我搬衙门里住去 兄弟 有什么事 你跟哥哥 我说清楚了 啊 呃 搬衙门里边住干什么呀 这大冷的天 那衙门里边冷房子 他不动的话吗 这个您甭管了 我那有火喷 您不用管 打电器行李来 领着两个土兵 搬着东西 走了 武松前脚一走 紧跟着潘金连 有点楼上就下来了 瞅着武松的背影 哼 我就知道他得走 他再不走 他还有理见我吗 嗯 他办出那种丢人现眼的事 他自个脸上都挂不住 他怎么在这家里边再待呀 嗨 你别说了 我兄弟不是那样人 他不能办那个事 怎么着 那怪我吗 我也没说怪你 过几天再说吧 过几天再说吧 潘金连一看武松走了 潘金连这肚子气 好像没撒出去 跟谁撒 跟武德郎撒 超武德郎哪都不对 武德郎两三天之内是魅德安宁啊 家里边 耳畔边老在想着潘金连的叫骂声 潘金连这肚子气 总算在两三天之后 才算平息了 武德郎想要上衙门里边 找武松去问问 到底怎么回事 可是潘金连呢 遇见到这点了 先向武德郎 敲行警钟 我告诉你啊 武松上衙门里边去了 可不行你去找他 你要找他的话 我可跟你没完 你听见没有 哎哎 好好 我不找他 我不找他 武大郎挑着吹饼挑子 天天上街去卖吹饼 这个脚啊 本想要往衙门口那卖 可是刚卖没两步 忽然想起潘金连来 就撤回来了 几天过去了 尽管武大郎在心里边 惦记着自个儿的兄弟 但是他没敢上衙门里去 武松呢 搬到衙门里边住下之后 继续每天上班 做工 光阴仍然 眼瞅着 到了年根底下了 已经到了腊月中旬了 这天 县铁使大人 就把武松叫到了后堂 跟武松说 武松啊 本县 有一个重要差事 打算教你去办 哦 老爷有什么事 您尽管吩咐 武松 也得照例 把这份礼送去 现在 道上不大太平 大家接涉 强强的强盗 比比皆是 这份礼 我怕在道上丢失了 我拆两个土兵 交两个担子 带着礼物 你呢 排着他们走一趟 在路上 万一有人接到的话 我想有的这打虎英雄 他们谁也不能得逞啊 只是有一样 慢着日子掐算 从这动身 赶到东京变凉 再翻回来 这个年 大概就不能在阳谷县过了 耽误你过一个年 和你居家团聚 可是也实在没有办法 不知 你能否愿去呢 武松听到这里 老爷 您对小人我 恩重如山 年过不过 那算不得什么 那么 我收拾收拾 马上就登城前去吧 好 武松 既然这样的话 那可就有劳你了 这个老爷 为什么要往利部府里边送银子呢 实际上 也不是他的老恩师 他跟那个利部上书有点关系 每年 都往那送礼 利部上书啊 那是管官的部门啊 他是当官的 自然得留需他的顶头上司 目的 只是为了将来有了机会 好望起提拔他 得以晋升 没官的人嘛 谁的心里边 没有一张升官图呢 他一听武松 欣然愿望 老爷很高兴 马上吩咐人 打点东西 两个土兵这边做了准备 武松 这点也想 好多日子没上大哥家里边去了 自从我在大哥家里边出来之后一直到今天 也不知大哥怎么样 几天前肚子里边这股的怒气 现在早已经消失了 武松又一转念 哎 这个嫂子 喝了点酒 跟我说了这么几句话 也可能这是一时之错 他现在已经想到了 不管怎么说 我得看看我的大哥 尤其是我这一走 算计了一下 多者说得两个半月 少者说也得四五十天 这么长的时间不在家里边 我得跟大哥见见面 得嘱咐嘱咐他 对 想到这 武松自个儿花钱在街上 买了点肉 打了些酒 又买了些果子 递了一个大包子 奔着武大郎的家里边就来了 来到武大郎的家里边一敲门 这是什么时候呢 晚饭前后 估计着这阵武大郎卖吹病已经回来了 他一敲门 就听里边楼上有人搭茬 谁啊 我 武松 这一说武松 楼梯响登登登登登登 谁啊 潘金莲 别看潘金莲跟武松 闹了场别扭 武松走了 这些日子 潘金莲没见到武松 但是他心里边 还有愿意见武松 他很希望武松能够再回来 今天一听说武松在外边叫门 他高兴的把门就开开了 一看武松 潘金莲马上就笑了 兄弟 你回来了 这两天你大哥正说呢 先生衙门里边就看你去 你这一走连个面也不潮了啊 心里边老记着我们是不是 哪里哪里 嫂嫂 大哥在家吗 在家呢 就在楼上呢 快点 请到楼上去吧 好 武松迈步进来 上楼之后 把这东西交给武大郎 潘金莲跟上楼来 把武松拿的东西带到厨房里边去收拾 做饭做菜 一会儿的功夫 饭菜做上来 把酒摆上了 三个人围着桌坐下了 武大郎一见武松 那自然是高兴啊 兄弟 这些日子 你这衙门口公事也挺忙是吧 老没家来啊 是啊 衙门里边天天有事啊 武松把酒摘上 大哥 嫂嫂 今天我这回回来 有件事 向您二位秉明 哦 什么事啊 老爷要派我到东京汴梁去一趟 给利不福送趟礼 估计 多着说 两个半月 少着说也得四五十天 这个年 就不能在家里过了 所以我特意来告诉哥哥嫂嫂 哦哦哦 公事在身啊 应该这样 这个年不在家里面过 我跟你嫂嫂 三十晚上 跟你好好祷告祷告 祷告你在外边一路平安 啊 是啊 大哥 兄弟我在外边 万无一失 你兄弟 闯荡江湖惯了 走在哪儿 都可以当家 不过兄弟 我走了之后 担心的 就是哥哥你 嗨 哥哥我这儿 用不着你担心 有你嫂子关照我 什么事都没有啊 大哥 来 咱先干一杯 哦好好 哦来 干一杯 一杯就喝下去了 潘金莲在旁边 把酒杯端起来 也喝了 武松 又把酒 都沾上了 转过身来 他看了看潘金莲 嫂嫂 兄弟对嫂嫂 有不周之处 嫂嫂 您应该海寒谅解呀 哪里的话 你跟你哥哥 你们情同手足啊 嫂子跟你不革心 好 既然是这样的话 武松我有几句话 要嘱咐嘱咐我大哥 大哥 兄弟这一走 离家时间太长 哥哥 您 是个老实人 老实人 就有人欺压 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里边 兄弟要嘱咐你几句话 你能听吗 我听 我听 兄弟 你说吧 你让哥哥干什么 哥哥我就干什么 大哥 这些日子里 你这个买卖 做的不要太精心 你晚出 早归 如果说 你平常一天 能卖十龙扇吹饼 那么这些日子里呢 你一天就做五龙扇吹饼就得了 卖完了 就回家 在家里边一待 哪儿也别去 谁也别招 谁也别惹 有人要是找下你 不管是在大街上 还是邻里邻居 你呢 就抱着一个忍字 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但是你心里头记着 他如果说 似着脖子上脸 欺负咱们弟兄 我知道 哥哥 你惹不起他们 你记住 回来跟我说 我跟他们算账 大哥 你在家里边待住 把这家守好 那就行了 俗话说 离不严是钻不进狗来呀 这句话 你明白吗 哦 是是 我明白 我明白 武松这句话说出来之后 在旁边听武松说话的这位 潘金莲 脸色不好看 潘金莲 他是聪明灵力人 武松这句话 有点旁敲侧击 潘金莲冲着武大郎 也说了 我说武大 你知道不知道 兄弟这句话 是什么意思 哦 我知道 离不加严实点 钻不进狗来 哼 我的郎 你们家钻进过狗吗 没有 没有钻进过狗 别说钻进狗来 就连个蚂蚁也进不来 潘金莲是干什么的 我是不带头巾的男子汉 说实在的 我这个人 胳膊上跑的马 拳头上不站的人 我是想当当个女子 离不离不进狗 心想 别人也别用你脏心烂肺 猜测人 说到这儿 潘金莲 看了看武松 武大呢 一瞅 这是怎么的了 哎 金莲 我没说你这什么 武松这功夫 不但没生气 反而都笑了 哈哈哈哈 嫂嫂 这几句话说的好 真要这样 我代替我的哥哥 敬您一杯酒 潘金莲在酒桌上 向武大抢白了几句 这几句话 那是说给武松听的 也可以说 是对武松的反唇相机 武松呢 没在乎这些 他端起酒杯来 满面带笑 冲着潘金莲说 嫂嫂 真要是这样的话 那么我替大哥 先谢谢您 敬您这杯酒 潘金莲没接这酒杯 他一甩孝子转身 下了楼了 在楼梯上走着 嘴里还在说呢 跟我来这一套 我知道 撇砖料碗撒土烟灰 我懂 你现在我像武大似的 什么都不明白 你这么知情理 那么懂礼 知不知道 长嫂四母啊 嗯 你拍拍我呀 我不听这个 我当初嫁的是武大郎 我不知道有个乌郎 我知道这五老二 我也不嫁给你们老五去呢 这是干什么呀 登登登登登登登 随着他数到的声音 他下了楼了 潘金莲一头扎到原来武松 住的那个房间里边 抽抽搭搭的哭起来了 他这哭声楼上面能够听见 武松呢 什么也没说 武大郎生怕武松生气 你看这是怎么说的 兄弟你嫂子就是这么一个人 他呀还年轻啊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他过了这阵就好了 你不回家呀 他还整天叨念呢 你看你这一回来 也不知这两句话怎么他不爱听了 兄弟你别往心里去啊 武松心中有数 大哥 我不往心里去 不过 我这次出门 担心的就是您的 哎 别担心我 你大哥没事 好 你能按我嘱咐 您那样去做吗 我能 我能 别人的话我不听 你的话 我还不听吗 好吧 大哥 这酒 我也不喝了 今天 我又把我嫂子得罪了 我得走了 到衙门里边收拾收拾 明天一早 我就上路了 明天一早走的时候 我就不来向您告辞了 哎 用不着 用不着 咱们自己弟兄 何必这么客气呢 武松站起身来下楼 武大郎 随后跟下楼来 送到门外 来到门外这儿 我的狼站住了 伸手抓住了武松的手 兄弟 这一路上 你可多加点小心呐 啊 现在 年根底下了 道上不太平 虽然说 你是打虎英雄 有一身好本事 可毕竟你人胆是孤啊 住店哪要早住 赶路呢 要晚起 知道吗 大哥 我都记下了 您放心吧 哎 好啊 好啊 武松想走 但是武大郎对手不松 还紧紧抓着武松的手 兄弟 看来这个年就得在外头过了 也不知赶到谁家啊 大哥 赶到谁家过都可以啊 哎 三十晚上 我跟你嫂子 我们在这儿 好好的为你祷告 祷告 啊 好 大哥 您回去吧 我得走了 哎 兄弟 你 你还用什么吗 我不用什么了 啊 兄弟 我还有两句话 你嫂子 刚才跟你吵这两句 你别往心里去 听见没 你看着你大哥 啊 我知道 大哥 咱们哥俩还用说这个吗 好啊 好啊 兄弟 你这回 早去 一定要 早回 啊 武德郎 武德郎说到这儿的时候 眼圈一红 眼泪下来 武德郎这眼泪往我一流 武松 这眼圈也红了 大哥 您多保重 您放心 我一定尽力早回 好好 这只武德郎才松开手 武松一转身 迈步走了 武德郎站在门口上 望着武松的背影 一直吵着他 到了紫石街口拐了弯了 他这才回来 武德郎这一进门 先到潘金莲这儿啊 金莲 别哭了 兄弟那几句话 我听着 也没有什么呀 至于把你惹的 这个样子吗 得了 你听不出来 你白掌那耳朵了 我看你是有耳朵没心的人 他说的什么话 啊 那不指着我吗 还篱笆牢靠 钻不进来狗 你们家什么篱笆 哪个狗进来了 啊 嗨 嗨 这自己弟兄住家过日子在一块儿 要是哪个字哪句话都那么斟酌 那就没法过了 谁说话能看着书本说呀 金莲快点上楼吧 我不去 你看看 那酒还没喝完呢 你陪着我再去喝两杯 我有那先心陪你喝酒 我告诉你啊 武大 我送药回来之后 别让他上家来 你看那是我兄弟 那怎么不让他上家来 有我在这儿 他就别回来 你要愿意让他上家来 那也好 那我走 别别 金莲 那你怎么能走呢 就是啊 有他没我 有我没他 好好 等他回来的时候再说 行不行 我知道 你离不开你这个兄弟 你离不开你兄弟 为什么不跟你兄弟过去 这是什么话 好好 你不喝 我自个上楼 武大郎就是这么一个脾气的人 怎么说都行 像一块面一样 随便任人团弄 武大郎上了楼了 武松走了之后 武大郎在四五天之内 没得清闲 潘金莲天天天是数出刀刀 在武大郎的跟前 一劲吹风 说武松这么不好 那么不好 但是过了两天之后呢 潘金莲这劲也就过去了 武大郎这些日子 可是真按照武松的指示去办的 武松不是告诉他们 你呀 晚出 走归 做这吹病啊 少做点 能食龙扇就做五龙扇 武大郎呢 他每天挑着就是八个龙扇 现在呢 就做四个龙扇 挑着挑着出去了 转用一圈 老早的就回来了 回来呢 就在自个家里蹲着 哪儿也不去 谁也不见 潘金莲瞅着武大郎 自个心里边暗乐 心想 这个武大可真有意思啊 他真听他兄弟的 卖完了吹病 就回家里边在这蹲着 那也好 你蹲着就蹲着吧 潘金莲跟武大 有时候说几句话 有时候也没有什么可说的 光阴仍然 转眼的功夫 到了腊月二十三了 腊月二十三 祭灶啊 灶月上天 得吃汤瓜 也得烧香 也得磕头 这武大郎 在烧香磕头的时候呢 冲着赵王爷 还嘱咐几句 赵王爷啊 你上天的时候 多美言几句啊 保佑着 我的兄弟在外边啊 一切平安 万事如意啊 潘金莲一听 你可真关着你兄弟 跟赵王爷还说这个 赵王爷还管你家这事啊 哎 别说呀 赵王爷有灵眼啊 腊月二三过去 眼瞅着就到了腊月三十了 到了腊月三十这天 潘金莲张张啰啰的 两口子过年 别说 潘金莲这个人很能干 三十晚上 家里边置办的都很齐全 接财神的时候 又是得烧香磕头 武大郎呢 在这个时候 跟财神爷又嘱咐一番 财神爷啊 你保佑着 我这兄弟呀 在外边 今天晚上也平平安安 哎呀 我兄弟也不知道 在谁家过年呢 在哪啊 也不如在家过年好啊 嘱咐了一番之后 这才开始放鞭炮吃饺子 过了三十了 这就是初一 过了初一 就来到了十五 登吉儿的时候 这武大郎又是嘱咐一番 武大在家里边 那可真是牵挂着 远在千里之外的兄弟武松 严吵着 严冬过去 春天来临 万物浮苏了 天气显得暖和了 这是二月初的时候 打过了年之后啊 这武大郎啊 挑着吹冰担子 又天天上街了 年前呢 武大郎还记着武松那话 每天少做点吹冰 早点回来 过了年呢 让潘金莲数他的 武大郎又恢复原状了 又挑着八龙扇吹冰 满街上转去了 今天可以说叫做小阳春 特别难过 家家户户的都收拾收拾自己的房间 有的人家呢 就开开窗户 透透新鲜空气 潘金莲也把自己的屋子收拾了收拾 楼上楼下打扫的干干净净 那可以说 仙尘不染 窗明几净 都收拾干净了 潘金莲打算把楼上的一个窗户打开 这窗户一都没开了 打开这个窗户 透透新春的空气 他呢 把支窗户的这个支柜拿过来了 他这个窗户是上下两扇 上扇推开 拿这支柜一支 这支柜呢 支到底下这扇的边沿上 这窗户就算开了 他先把窗户框周围 用膜布擦了擦 擦干净之后 试了试 嘣 把这上扇窗户推开了 推开 伸手把这支柜拿起来 他左手一推这窗户 右手拿这个支柜 支柜头上有个叉 拿这个叉 一顶这窗户笼 啪 他望起那么一推 这窗户支起来 窗户支起来 由于窗户上边有压力 往回压 潘金莲本应该把这个支柜的底部 知道下半扇窗户的边上 这一放 没放准 这支柜啊 出溜下去了 出溜 哗啰 有打楼上 这支柜可就掉下去了 潘金莲 哎呦了一声 这是下意识地喊了一声 哎呀 紧接着 就听下边有人说了一句 哎 这谁啊 潘金莲就知道 下边打着人了 潘金莲赶紧用右手一推的窗户 他探出半截身子来 往下一瞧 哎呦 在下边 站着一个年轻的公子 这公子是谁呀 这个公子在阳谷县里边 那可是颇有名望的人 此人 辅姓西门 单字明庆 因为他排行老大 别人都管的叫西门大郎 最近呢 不叫西门大郎了 叫什么呀 大伙都管的叫西门大官人 这个称呼是怎么改变的呢 这个称呼是由于他经济地位的改变而改变的 这个西门庆祖上三辈都是做药生意的 卖药的 在这个阳谷县里边 有个药店 他的爷爷 他的父亲 都以这药店为生 家里边 也可以说是小康之家吧 趁点钱 到了西门庆这辈上呢 这个药店生意不算太景气 西门庆这个人 从小就刁钻 心是勾住的 肠子是花花的 这西门庆 是这一代有名的 吃喝飘赌 无所不惠的花花公子 他呢 还会练点武术 人家还送他一个外号 是叫花拳西门庆 实际上 这个拳脚究竟花到什么程度 谁不知道 这西门庆最近发迹了 他怎么发迹的呢 这个人 还有点歪歪点子损主意 头三年呢 他们阳谷县这一代呀 闹流行性瘧疾病 阳谷县包括几个林县 都得这种病 这种病得上之后啊 就不容易好 而且定时的发冷发热 什么药都没有特效 西门庆也不知在哪个朋友那儿 得了这么一个偏方 说用一种药 用高药贴到肚脐眼上 这边就致发药子 西门庆把这个偏方得来之后 他找了几个发药子的病人试了试 还真灵 这个药实际上并不值钱 但是西门庆就用这一个偏方就发了大财了 他就说这是我们家祖传秘方 指此一家别无分号 一共是18位要组成的 专制瘧疾病 他就用这个偏方 炮制了很多药品 高价出售 换起是巨额利润 这一辆子西门庆就发了 发完之后 西门庆有这笔钱做底垫了 他就更为所欲为呀 可以说是敲诈勒索欺压百姓 他是卖药的 真药也卖是假药也卖 真假结合就为了发财 没用这么两年的功夫 阳谷县里边就开起两个大药铺来 不但阳谷县开两个大药铺 而且临县还有他的药铺分店 全是西门家的 钱是越赚越多 西门庆拿这个钱就蹚开了路子了 官府之中也好 场面上的人物方方面面 他都维持到了 有了钱了 还可以放高利贷 重力攀剥 说西门庆在阳谷县之带是有名的大财主 正因为他发了财了 所以人们对他的称呼也改变了 由西门大郎改成西门大官人了 这个西门庆 有个最大的特点 什么特点呢 好色 此人在这阳谷县城里边 那些个桃色新闻是屡传不息 西门庆家里边有三方媳妇 还要整天在外边沾花惹柳 这是他的天性 也可以说他的本质 这西门大官人 今天溜溜答答的本质来了 他走到紫石街这外 没有想到 这家流党上边掉下个支窗棍来 按说呢 这个棍掉下来 不应该打着他 走道 你得到当家走呗 那棍下来就掉地下了 这西门庆 他有个特点 走道 好靠边 为什么靠边啊 边上都是人家住户的门啊 窗户啊 他可以通过这门和窗户 看看谁家 这人都长什么样 有没有长得漂亮的女人呢 搭一眼看一眼 这对他来讲都是一种爱好 他偏偏今天这靠边走 上边的支窗户棍掉下来了 啪 正打在他肩膀头上 这棍掉下来 二楼掉下来的 打得并不疼 支窗户棍能有多大分量啊 所以西门庆喊了一声 这谁啊 西门庆心里面有点不得乐意 因为什么 他觉得 我是西门大官人呐 谁在上边支窗户 你不加小心 弄个棍子打我肩膀头上来了 你得跟我正经八百 说几句道歉的话 他随着说了一声 他抬起头来了 也就是偏偏在这个时候 潘金莲用手一推着窗户 他把上半截身子就探出来了 探出身子往下一瞧 这一眼正看见西门庆 恰恰 西门庆也正抬头往上看 这西门庆 二十五六岁的年纪 戴着一顶文生公子巾 双卷云子头 衬着两个碎头 身上穿着全袖的牡丹花袍 腰中系着金银丝穿的宝袋 足下蹬着薄底的靴子 手里边拿了一把折扇 按说这个天气用不着扇子 那个时候呢 他这身打扮拿着个扇子 这个扇子是一种陪衬之物 长得圆发领 两道细长的眉毛 一双勾魂的眼睛 怎么叫勾魂的眼睛 他这双眼睛啊 挺大 也挺有神 但是他这个神 跟别人的神不一样 他这个眼睛 让人一看见 尤其是让女人看见 不用说话 那眼睛里边 就有那么一种意思 什么意思 就好像说 咱们两个挺好吗 就这么一个问号 鼻子是高鼻梁 薄嘴唇 这个辐色呢 是白里边 透着姜黄 那么一种辐色 可以说 有点风流潇洒 西门庆抬头 也正看见潘金莲 不看潘金莲 浑测霸流 一看潘金莲 西门庆马上就把刚才 窗棍打在肩膀子上 那点怒气 全都消了 甚至他全都忘了 他一看潘金莲 长得的确千娇百昧 万种风流啊 哎呀 西门庆心想过去 我常在紫石街这趟街走啊 没见过有这么一个女人呐 这什么时候搬这儿来这么一个女人呐 长得真漂亮 西门庆一看见潘金莲 马上西门庆的脸 潘金莲就转怒微笑了 哎呦这位大嫂 您这窗棍可正打我肩膀上 潘金莲一看这窗棍打了人了 潘金莲面带羞灿 而且带有歉意 脸红了 脸这一红这一抱歉 给潘金莲的美色更增加了三分 潘金莲探着半个身子 就跟西门庆说了 啊 这位大官人 实在对不起 我不小心没拿住 这窗户子就掉下去了 砸坏了 您哪了没有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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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么一个大小伙子 这么一个窗户棍能把我砸坏了吗 啊 哈哈哈哈 您这窗户还得支啊 来 我把这棍递给您 说这话西门庆一哈腰 把这窗户拿起来 他翘脚一伸手 递上去了 潘金莲有打什么探出身子来 往下一伸手 正好刚够着这窗户 潘金莲把这支窗户就拿上来了 拿上了之后 这窗户支上了 还在探着身子向西门庆道歉 西门庆呢 冲着潘金莲一爆万 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 大嫂 回头见 回头见 哈哈哈哈哈哈 他们两个人的这一举一动 正让旁边有个人看见 谁呀 开茶坊的那王婆 王干娘 这王婆正已在门口这儿招待客人 看西门庆走过来了 王婆冲着一笑 大官人 可有日子没上紫时街上来了 今天刚一到这儿就挨了一棍子 打得怎么样 是青了 是红了 啊 西门庆说 没关系 也没青 也没红 就是青了 红了也没事啊 这棍子打得直的 真敢是肩膀头痒痒 是不是 哎哟 王干娘 您这说的什么话 西门庆旧手 跟王婆搭着话 就进了屋了 进屋之后就坐下了 他一坐下 王婆马上给西门庆就沏上茶来 这些日子竟忙什么呢 怎么老没往这趟街上来呀 西门庆 好像没听着王婆对他的问话一样 西门庆问王婆 王干娘 刚才 在楼上支窗户的那个女人 那是谁的媳妇 王婆扑直一笑 心想 嘿 光想那支窗户去了啊 我问他什么 他都没听着 哦 你问那个呀 你猜 我猜不着 我告诉你吧 他男人呢 是卖吃是东西的 哦 是不是卖锅饼的张小三 不对 不对 是卖茶烫的李小二 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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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闷子的陆小蚁 更不对 更不对 那是谁呢 反正过去这阶段可没有这么一个女人 对 你说的对 你好长时间没往这来了 他们搬来不算长久 那么他男人是谁 他男人呢 说出来恐怕你做梦都没有想到过呀 你还准见过他的男人 你还准认识 谁 就是那卖吹饼的五大 啊 五大 就那三寸丁古树皮呀 啊 嘿 嘿 一朵鲜花 茶到狗屎上了 王婆一听 你可别这么说啊 什么叫一朵鲜花 茶到狗屎上啊 月下老就是这么安排的 俗话说 好汉无好妻 赖汉取花枝 你看我的狼长那样不是吗 偏偏就娶这么一个漂亮媳妇 你看你西门大官人长得不是好吗 你家里边三方四妾 有赶上他的吗 啊 西门庆听到这 没正面回答 端起茶碗来喝了一口茶 把这茶碗又撂下了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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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五大 可是真有点厌福啊 就是嘛 西门大官人 今天到这来有什么事呢 没有别的事 我想到前面一家 去要账家 这笔账 该得我日子太多了 我要到那去 要钱 哦 这好啊 又有钱进家了 就是嘛 西门庆坐着喝了一杯茶之后 站起来告辞 要账去了 王婆瞅着西门庆走了 回到自己的茶坊里边刚坐下 没有一会儿的功夫 西门庆又回来了 进门找王婆就要茶喝 王婆一看西门庆 王婆心中难想 我看十有八九啊 他让那潘金链 把他给勾上